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讲到许为老师 这补教民师听说超级会赚的 没有 但是你都没有在玩 你这么爱赚 用力赚 没有 爱赚 这个跟小时候家境不太好有关系吗 小时候我们家蛮富裕的 因为我爸做贸易赚了很多钱 但是我爸理财观念比较特殊 我记得我们家在民生社区那个地方 那个房子一栋40万 我爸爸另外花了 民生社区一栋40万 那是什么年代啊 早知道多买几栋 早知道那时候也没钱啊 那个时候40万也很大 40万 我跟你说 整条街我们家有福特汽车 因为福特汽车也40万 我爸为了买车子 可以在我们到处游山玩水 他花40万买福特汽车 这就是我爸的理财 那时候40万 为什么不把他隔壁买下来 对 现在你来看就觉得 为什么 这就是我的意义就是 我的父母我觉得在理财上面 不是很精明厉害 但他们在爱是满满的爱 所以他们还是有很好的老夫妻 因为我算是发了 所以后来 就我现在是有一点小成就 所以我父母老来 我觉得过得很安康这样 然后我学钢琴 我才刚刚开始弹 我爸就花了12万买山叶钢琴 YAMAHA 重点是房子才40万 钢琴买了12万 12万不会去买小套房啊 对耶 可是另外一个角度 他爸爸很爱他们啊 对不对 要买要买最好的 所以小时候你有看到 妈妈跟人家借钱 这个让你印象很深 经济嵌入困顿是 大概我国中的时候 我爸爸的贸易公司算是 被人骗了这样 所以忽然间算是一种 Drop 你曾经有过再没有 那才会非常惊吓 所以呢 大概是我国中开始 然后一直到我高中 实在过不下去了 所以我妈妈就去市场摆摊子 那也是从那样开始以后 我才学会了一些生意的门道 我必须说句实话 千古名言就是 凭借夫妻百事不快乐 这是事实 所以我小时候 也看过一些不愉快的场景 然后我自己也告诉我自己 就是没钱真的好痛苦喔 所以那样子 所以使我后来就是上了大学 我就只有一个念头 我想赚钱 我觉得这个念头蛮好 所以就会很早开始社会化 你在菜场摊子上面看到 妈妈在卖东西 有看过什么奥客吗 给你不好的脸色看的这种很多 比方说 好啦 你这个摊位要租嘛 那租金有时候 你可能要预付三个月 或者是什么呀 拿不出来 你知道有时候好心人会说 没关系没关系 你就慢慢来 有时候就是 不行不行 你没有钱 你还来走走走 就这样 你的摊子都摆在那 他还把你推走 叫你赶快走 就不给你一些宽限 你最起码让我东西收一下 没有 他说你赶快走 我刚才就把你挤走 做生意很急嘛 因为人来了嘛 所以他就把你推 然后你就在那边收 我觉得这种比较没耐心的人也是有 可是这种真的就是你讲的逆行菩萨 就会让你说 哇靠 原来钱这么重要 对 就早早就要开始 我跟奋发向上这样子 真的 所以你高中的时候 完全都没有高中的生活 就是我在两年前 Air Supply空中补给 在澳门有演出 我先生看到这个报 就看到 在澳门有Air Supply的表演 那他专程带我 从台湾坐飞机去住饭面 然后看 我看到那两位老先生走出来的时候 他们唱那个经典歌曲的时候 我就哭了 我为什么一直哭呢 因为我高中的时候 是他们最红的时候 然后我高中的同学一票都很迷 然后他们来台湾很多次嘛 每次来我的姐妹 她就会买票去听她的演唱会 我从来都跟我的姐妹 她说我不喜欢她们 事实上我很喜欢 但是我没有钱跟她们一起 我都说我不喜欢她们 所以两年前那一次 我先生带我去的时候 他们一出场 Out of love 什么的事 我就哭了 所以你问我高中有没有玩意 就是我高中 我也没有参加过 我高中的时候就想嫁给她 到现在 没有 我没有想嫁给她 不要出来变这样 其实是为了这个哭 没有 我觉得应该是多重的感动吧 第一个是她终于看到 想嫁给她 而且有这么好的老公 嗯 对不对 我们朋友都去什么日本啊 去美国看玛丹娜演唱会 我也都没时间去 然后到最近他们说玛丹娜要来了 我也比较有空了 对在台湾的时候 买不到票 我没有买不到票 我就生气 都已经变老太太了才来 我现在有什么好看的 不要看了 越看越难过 对 人家老还是很厉害 年轻的时候不来 老太太才来 对啊 哦 所以你国中的时候跟高中也没看过电影 我考上高中那个暑假 有跟我的一个好朋友 他邀我去看 但我其实没有钱 我又很想去 嗯 所以呢 我们走到信任的时候要买票 一张票好像120块 110块 我就拿我存的那种铺满 书店不是卖那种透明的红色的小猪吗 里面有10块10块的 我就 就用那个10块一直掏 掏出来买票 我的同学觉得很丢脸 他就说 郑瑞 我的本名 郑瑞 我请你好了啦 我说不用不用 不用你请我 我有钱 我就在那边掏我的零用钱 掏了120块买票 邓光荣跟珍珍演的彩云飞 还记得 还记得耶 还记得 但是刚刚老师有特别讲到说 你说你 觉得你爸妈比较不会理财 但是到你自己本身的话 你现在对于理财这方面 有比较精进一点吗 所以你有自己的想 所以你买房子从来 你不喜欢用贷款 喜欢用现金 拿麻布袋到现场用杂的 对 没有麻布 到销售中心 两户打烹 很多贵妇中南部上来 没有再给你刷卡的 她是卖什么排骨饭啊 什么的 现金 这样 现金还油油的 这样点给你 这种客人才是好客人 你知道吗 我给你讲 某方面你还没说错 哦 对 因为补习班本来我们收学费 就收现金 所以我们真的曾经就这样 一大麻蛋 然后去银行存款 以前啦 以前啦 现在没有了 因为以前没有钱 所以我的理财 有一些不同的经验 所以我觉得 Cash is king 就是现金是王 对我来说 可是也许不聪明 因为就没有办法 翻十倍百倍 所以财富还是很有限 但是就是非常的保守有道 这样子 哦 就是 所以她信 她不愿意欠钱 就不敢欠钱 就宁愿实实在在的 没有 可能就不会去做什么 一些有风险的这种投资啦 那我还是就很后悔啊 因为还是用那种 比较聪明的理财方式 可以赚更多 但我就是比较保守 那艾玲姐呢 你的话 如果是你的投资理财的方式 我觉得我自己是学财经 所以很多人说 你一定很会玩股票啊 或者去去理财 不是啊 可是我自己因为学了财经 就知道其实投资的风险在哪里 所以每一次 我要去银行去买基金 不是要做一个风险的那个测试吗 然后呢 做完那个测试 那个银行就出来说 曲导姐 你做到太保守 我们不能卖你 所以你可不可以再松一点 再松一点你知道吗 就是 你自己会觉得这些风险都是 你想要避掉的 所以最后就是你什么都投资不了 所以最后我只有买很保值的那种基金 像我人生第一个一百万 我是 存好了 然后我拿回去让我哥哥 我哥哥是 Stanford Huffle MBA 你知道吗 所以想说交给他应该没有关系吧 全部赔光光 然后我哥的理念就是 再赚就有了 你还年轻 没错没错 对 这样想就好了 所以从那个时候 我就想说 干嘛去玩这个东西 那我就努力赚钱 然后存钱 要么就是买房子 嗯 就这样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